台湾四面环海 不管是养殖的或者是捕捞的水产品都很丰富多样 而这些丰富的渔业资源绝对是让国人感到骄傲的 当大家身处在水产品如此丰富多样的台湾 怎能抗拒琳琅满目又生猛鲜甜的海鲜料理呢 国人最常讨论到的不外乎鱼虾蟹三种 但大家又是否知道在这之中 最常讨论最爱吃的又是什么鱼 哪款虾又要在哪边才能吃到呢 台湾人对海鲜的部分来讲有什么样的偏好 第一个一定喜欢吃什么蟹类的东西 每年到了秋天吃大闸蟹或者是外里蟹的人相当的多 整个蟹的部分来讲 它如何肥美跟它增足方式来讲 就值得大家非常非常青睐 再来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海鲜的生食类东西 像生鱼片这部分来讲也是许多的老饕 在品尝海鲜新不新鲜 跟道不道地的口感上来讲是最大的选择 蟹的情况之下会有个常发现 就是它比较偏寒 所以身体比较寒质的朋友来讲 可能在饮食蟹的部分来讲 这稍微要注意一下 Daily View网络温度计从上万个网站 以关键字分析出国人最爱海鲜生活大数据 在海鲜食物种类排名中 第一名是鱼类 第二名是虾子 第三名是螃蟹 其他还有海螺类 蚵仔 乌鱼籽等 至于鱼虾蟹的排名种类 第一名是大闸蟹 第二名是过山虾 其他还有万里蟹 黑尾鱼 红巡 丝木鱼等等 看法天这个地方呢 它跟碧莎鱼港跟富奇港 有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早期呢 碧莎跟富奇 确实还有许多的所谓 鱼货叫卖的部分来讲 可是近年来好像比较少了耶 都被旁边的所谓饮食店 基本上能够现炒 现炸 现煮的那种料理店所取代之 可是看法天还是维持哦 每天早上三点钟过后 一票一票的人 开始聚集往鱼市走 开始叫卖鱼货了哦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鱼港 也都纷纷设置了 代客料理的餐厅 让来到鱼港采购海鲜的民众 能直接趁新鲜享受美食 这让大家除了能正正吃出 海鲜的美味之外 也能顺便认识一下 台湾的鱼香风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